据说把手伸进融化的铅水中不会被烫伤 并且有位战斗民族小哥还表演过徒手劈铁水 难道上千度的融化金属就只烫嘴而不会烫手吗 为了搞清楚其中的奥秘 亚当和吉里决定将自己的手伸进融化的铅水中 但在让自己变成烤猪蹄之前 他们需要进行一个小型测试 看这一现象到底是什么原理 亚当利用喷枪将一颗钢球烧红 然后迅速放进装有冷水的鱼缸中 通过高速相机可以看到 当钢球接触水的那一刻 表面就被一层气泡包裹住 使钢球与水不会直接接触 这就是来炖弗罗斯特效应 当高温物体接触水时 就会产生蒸汽并包裹住表面 由于气体导热速度比水慢 所以就形成隔热保护层 那么是否只要将手打湿 就不会被烫伤了 接下来他们将铅块放进熔炉中 并加热至熔融状态 经过测试温度已经达到了725度 但两人担心自己的手指会变成烤猪体 于是吉米掏出一根18厘米的香肠 如果从铅水中拿出来出现了变色 则表示手指会被烫伤 吉米将香肠沾水后 放进了铅水中又迅速抽出 虽然只有一瞬间的功夫 但香肠还是发生了轻微变色 并且上面还沾满了铅水 而重复测试的结果依然相同 吉米猜测可能是铅水的温度不够高 于是他们继续将铅水加热到850度 随后亚当再次将香肠插了进去 而这次的香肠不但没有任何变化 甚至摸起来还是冷的 这让两人产生了个大胆的想法 为了验证铅水是否真的不会烫伤手 吉米将自己的指甲修剪干净 以免粘连铅水而被烫伤 为了安全起见 他首先尝试用没用的小拇指进行测试 而让人惊讶的是 他的手指不但没有受到任何烫伤 反而还感觉挺舒服 紧接着他用自己的食指 再次进行了实验并插的更深 可结果依然相同 有了吉米在前面充当小白 亚当便决定玩票大的 他放心地将整个手伸了进去 然而让大家失望了 虽然感觉到水在周围沸腾 不过他并没有被烫伤 这就是来顿弗罗斯特效应发挥的作用 可即便如此 这种行为依然非常危险 大家也一定不要尝试 我是探索哥 想看什么奇葩实验在评论区告诉我 咱们下期见 据说有人通过瞄准镜射穿了狙击手的眼镜 电影《拯救大兵瑞恩》里就有这样的剧情 年轻的唐老大被敌人击中之后 队友贯穿瞄准镜成功击杀对方狙击手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刘烟祖将用实验进行验证 但由于保险公司极力阻拦 不让吉米充当射击目标 他们只能用组织替代胶质做一个假人 接下来吉米来到枪械店 在店家的推荐下 吉米射仗拿下了这把二战时生产的狙击步枪 他能在500码外击中苍蝇 并且老板还附送了4只瞄准镜 随后他们来到靶场开始实验 本次实验将在距离目标100码的地方射击 但开始之前他们需要进行试射 以确认两人的枪法能击中一英寸大小的瞄准镜 之后他们将假人固定好 并将假人眼睛对准瞄准镜 通过抛硬币的方式吉米获得了第一枪的机会 他能精准命中瞄准镜并击杀假人吗 只见子弹直接打爆瞄准镜 但通过观察发现 假人老兄安然无恙 似乎瞄准镜成了假人的挡箭牌 紧接着亚当又进行了射击 而结果依然相同 亚当认为是两人枪法不够精准 于是请来了专业的狙击手 希望他能一枪贯穿瞄准镜打爆假人的头 然而就算是狙击高手也没能改变之前的结果 为了提高实验的成功率 他们打算进行近距离射击 随着子弹的发射 瞄准镜被直接崩飞 但子弹依然没能伤害假人分号 因为看似瞄准镜的直径达到了一英寸 但里面镜片却只有半英寸 所以这比直接射中枪管更难 而历史上确实有人穿透瞄准镜射杀敌人的案例 但当时瞄准镜的镜片比现在的薄 这样会更容易被击穿 为了重现当时的情况 下面留言组将用同款狙击枪和瞄准镜进行实验 这次又能否成功呢 瞄准镜的尺寸要比现在的小很多 此次实验将用1968年生产的石心弹 它的威力比现代子弹要强 能轻松击穿两层防弹玻璃 那它又能否成功穿透瞄准镜呢 重新布置好假人之后 吉米对准瞄准镜扣动了扳机 子弹成功打断了瞄准镜的指甲 但并没有击穿 这时候他们发现了问题的原因 由于瞄准镜里有个相当厚实的金属环 子弹虽然击穿了玻璃 但却打在了金属环上 所以想要穿透瞄准镜 子弹就不能出现任何偏差 紧接着吉米开始第二次射击 他轻微调整了射击方向 随着一声枪响 瞄准镜的玻璃全部粉碎 说明子弹已经穿透了瞄准镜 但亚当却发现子弹 并没有继续向前击中假人 而是停留在瞄准镜内 为了提高实验的成功率 他们最后选择了威力更大的穿甲弹 当吉米再次扣动扳机时 子弹顺利穿透瞄准镜 随后通过对假人眼睛进行紧捧 发现子弹卡在两英寸深的位置 由此得出结论 子弹是真有可能穿透瞄准镜后击杀敌人 但几乎没人有这样好的枪法 据说有个倒霉鬼在铁轨上撒尿 结果刚刺出来就被电身亡了 刘烟祖为了验证尿路能否倒电 决定在铁轨上进行测试 但由于没有铁粉愿意充当志愿者 他们只能用与人体电阻相同的凝胶制作了假人 并且通过测试亚当的尿路数据 还为假人安装了泌尿系统 同时为了保证尿液的电阻一致 亚当舍身贡献了两升新鲜尿液 之后他们将650伏变压器连接在轨道上 一旦流经假人的电流超过安全值 假人就会被击倒 等所有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站在绝缘垫上开始放尿 当拉下阀门的瞬间 假人尿得非常顺畅 但没有任何被电击的现象 亚当认为流言中可能是雨天的情况 于是他们用水将假人鞋子淋湿来模拟下雨的效果 而重新测试后他们发现 假人不但没有被电倒 反而让附近地面充满了电流 这时警理通过高速相机发现 原来假人的尿液并不是连贯的 这就导致电流无法导通 于是他们患上了更粗的尿管 并且还缩短了与铁轨的距离 可这次实验结果会不会发生改变呢 当亚当再次拉开泌尿系统阀门的瞬间 假人立即被击倒在地 所以如果你尿尿不分岔 千万不要对着带电物体撒尿 据说下水道爆炸的威力如同地雷 产生的冲击波能让井盖直冲云霄 并且我们经常看到熊孩子 干出惊天动地的壮举 因为下水道里的垃圾经过发酵会生成甲烷 一旦有火星掉入管道就能引发剧烈爆炸 可井盖真的能一飞冲天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扯淡 留言组决定在点燃下水道之前 先进行模拟测试 吉米计划用钢管改成下水道模型 于是他将钢管切割成了两半 然后在切口面装上防爆玻璃 以便测试的时候观察内部的爆炸过程 同时为了对比甲烷爆炸的威力 当浓度达到9.50%关闭阀门 因为这个比例的甲烷最容易发生爆炸 然后开启风扇让甲烷与空气充分混合 此时如果打开点火装置 管道内就可能发生爆炸 首次测试他们先模拟开放状态的下水道 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吉米点燃了管道内的甲烷 可这时钢管就像大家放屁一样 虽然甲烷被成功引爆 但井盖却并没有被炸飞 这是因为膨胀的气体会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释放 那如果管道在密封的状态下 是不是就能实现井盖飞天的效果呢 接下来吉米将端口密封了起来 这就模拟出弯管下水道被积水淹没 从而形成封闭系统的情况 而当他们再次按下引爆按钮时 三只井盖果然全部被掀飞了起来 但现实中的下水道里会堆积各种垃圾 为了让实验更加逼真 亚当随手丢进了一些金属碎片 并造成20%的管道堵塞 这样又会对甲烷的爆炸产生什么影响呢 可等他们重新进行点火时 让燃烧速度变得更快 同时也会使井盖飞得更高 显然甲烷爆炸的威力是不容小觑的 但真的能让井盖一飞冲天吗 亚当和吉米决定引爆挖10吨的下水道 但这样可能会弄丢几个井盖 于是他们只能来到了爆破试验场 并在这里挖出一条12米长的坑道 而这样的尺寸刚好相当于真实下水道的大小 然后在起重机的帮助下 他们将三段重达16吨的箱形寒洞铺设在坑道中 由于工程量巨大 他们还请来了施工队帮忙 吉米为了模拟下水道堆积的杂物 他将铁丝网摆放在坑道中 随后他们盖上了下水道的水泥盖板 同时还在上面预留了三个井口 为了避免盖板被爆炸掀开的可能 他们往下水道上方覆盖了泥土 并且泥土的厚度达到了90厘米 之后吉米将三个柱铁井盖涂成显眼的颜色 而每个井盖的重量超过47公斤 如果它真的被炸飞 砸在身上估计会有一点汤 为了实验的绝对安全 他们将甲烷气罐埋在附近的土坑中 同时会用电磁阀门实现远程控制 等连接好管道与线缆之后 他们在400米外打开了注入阀门 当下水道甲烷浓度达到9.50% 吉米启动了点火开关 随着一声巨响 地面掀起巨大灰尘 而井盖也瞬间被燃烧的气体 炸飞到45米的高空 并且在6秒之后才落回地面 所以下水道爆炸的威力非常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往里面丢鞭炮 不然上天的可能就是你了 据说有个大聪明将400只窜天猴绑在身上 然后一飞冲天越过了46米的距离 并且还安全降落在湖面上 可窜天猴真的能带人上天吗 为了验证这种做法的可行性 刘烟族首先需要测试窜天猴的威力 看400只小火箭能否承载人的重量 于是他们在发射场搭建了一个垂直标尺 然后在标尺前安装钢索进行引导 以便测试的时候都会沿着固定方向飞行 首次发射的窜天猴没有承载任何重物 当托瑞典燃引线之后 窜天猴以89公里的时速冲了上去 随后他们在火箭的顶端固定了三个罗姆 并且单颗罗姆的重量为50克 而这次发射的速度只有之前的一半 如果按照这样的承载力计算 400只窜天猴的挂载能力为60公斤 显然不足以让一个成年人升空 于是他们自己制作了威力更大的窜天猴 并在相同的测试中他们得到 单颗火箭能够承载300克的重物 所以理论上400只窜天猴的推力 是足以让人升天的 有了理论的支撑之后 刘烟祖开始设计实验方案 凯利为了保证发射的稳定性 他计划让志愿者养面树躺在冲浪板上 然后将窜天猴固定在头顶的下方 这样就能沿着发射支架上天了 但最难的还是如何才能同时点燃400根窜天猴 托瑞决定拔掉火箭的木棍 并将它们排列粘在一起 然后在喷嘴的位置切出凹槽 而凹槽内会填充满黑火药 当引线被点燃之后 火焰会沿着凹槽进入喷嘴 这样就能同时点燃所有窜天猴了 而格兰为了减少发射时的摩擦力 他用滑板做了一个底座 同时还增加导轨来稳定发射的方向 可这样真能使人一飞冲天吗 接下来他们来到泳池边上展开实验 但由于没有人愿意尝试充当志愿者 他们只能请来了假人老兄 并且他的体重和成人相当 等发射支架安装好之后 托瑞将400只窜天猴固定在支架上 然后他们在远处点燃了引线 可假人在飞出后转了几个圈就在进水中 而失败的原因是冲浪板的弯曲 使假人提前脱离了轨道 同时假人的重心也不在推力的中线上 从而导致飞行失去平衡 于是刘烟祖决定重新改进实验方案 于是托瑞打造了一个飞天模型 并且假人处于推力的中线上 同时还为模型增加了锥形帽子与尾翼 以此来增加飞行的稳定性 而为了检验是否符合空气动力学 他们用模型进行了风动测试 如果模型能在气流中保持稳定 就说明实验的方案没有问题 但测试一开始模型就出现了偏转 之后托瑞更换了更大的尾翼 当他们再次开始风动测试时 模型果然达到了稳定状态 并且用手干扰也能快速恢复 接下来他们在开阔地带进行了是非测试 托瑞将模型安装在发射架上之后 凯莉按下了点火按钮 这时火箭直冲云霄飞越了50米的距离 那么将模型放大之后又能否实验成功呢 下面留言组按照模型方案重新制作了发射装置 然后决定在附近的山坡进行实验 并在吊车的帮助下 他们搭建了50度轻角的发射支架 为了感谢老兄为科学现身 凯莉贴心地帮他画好了衣容 托瑞则将400根窜天猴安装在装置的底部 而这些小火箭的空载推力能达到400米远 可在载重130公斤的老兄后能否飞越46米距离呢 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点燃了所有窜天猴 随着一股浓烟划过 假人被笔直发射了出去 然后在重力的影响下一头扎进200米外的挖地 虽然400根窜天猴成功让人飞上了天 但从假人的悲惨遭遇来看 着陆的时候估计会有一点疼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随便尝试